大家好 今天要幫大家介紹的是 KIA最新發表的全新第五代大改款的 Sportage 那我們知道其實Sportage這台車 對KIA來說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它是KIA換上全新識別Logo 之後除了EV6以外 最重要的一款車型 因為Sportage它是屬於中型SUV的一個設定 大家都知道中型休旅車 目前在整個汽車市場上 它是賣最好的車型 因為以中型休旅 比如說它車長差不多是4米4到4米7的 這個設定當中 它是最能夠兼具空間 以及各項實用跟機能性 還有在台灣的用車環境當中 中型休旅的這個尺寸 還算是擁有一個很不錯的停車的便利性 那目前原廠也公佈了三個車型版本 這邊有個表格也給大家看一下 包括最入門的Chandy 中階的這個Apex 還有今天我們要試駕的這一款 頂規的四輪傳動的X-Line 那除了頂規的X-Line是四輪傳動以外呢 入門的Chandy跟中規的這個Apex 都是前輪驅動的設定 那因為售價要到6月初原廠才會公佈 所以我們現在手上並沒有價格 那如果以上一代的Sportage來說 它的一個價格差不多是落在 110幾萬到140萬內 所以大家就可以期待一下 如果它還是差不多是這個價格 但是是剛才你們看到的那一些配備的話 那我可以說基本上這台車 它就會變成是一個相當有攻擊性的極具破壞者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X-Line版本的Sportage 在整個外觀內裝以及配備上有哪些重點 首先第一個在外觀的部分 這幾年大家應該都有發現 韓國的這兩大車廠 包括現代跟KEA 他們在整個外觀跟內裝的設計上 真的是大幅度的躍進 那以KEA來說 我覺得它最棒的一個特點就是 他們家的每一台車 在一些細節上 都會有他們家族的設計元素 可是每一台車都有自己的特色 跟不同的樣貌 它就不會像有一些其他品牌 很像是那種同樣一件衣服 只是尺寸放大跟縮小而已 所以這個是我很喜歡他們家的一個地方 那以這一台Sportage來講 我們剛剛也有提到 因為它對KEA來說太重要了 所以呢 它是採用跟EV6相同的一個設計團隊 而這幾個比較重要的設計師呢 分別是來自BMW、Audi跟保時捷 就像Sportage它外觀的設計師 就是跟BMW的i8是同一個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在整個車型的設計上 它是走一種非常前瞻 而且創新的設計 例如你會看到 新式樣的虎鼻式的水箱護照 然後它這個水箱護照呢 也做得很精緻 它裡面是運用鋼琴鏡面烤漆 去做出一些層次跟點綴 另外就是在車頭辨識度最高的 就是它左右這種回力標示的 一個日行燈 這個燈具基本上晚上 如果你在高速公路看到後面它這個燈亮起來的時候 你絕對不會認錯 因為它真的是獨一無二 非常的特別 那在燈具的部分 X-Line的話 它的方向燈是走這種三條光帶式的設計 也非常的漂亮 那底下的包括近燈跟遠燈 也都是LED的燈具 而且它是採用投射式的LED 那如果你是入門的Chandy的話 上面這裡就會變成是一個方向燈的試蓋 而且裡面會是乳素燈泡 那入門的話 雖然它遠近光也都是LED 可是它就是做反射式的LED 那投射式跟反射式差在哪裡呢 投射式的話 它的亮度會更好 所以它能提供一個更加的照明效果 好 那我們往下看 除了中間有個大型的散熱孔以外 左右兩邊也有矩形的LED的前霧燈 我個人非常喜歡它的車頭 因為它用了大面積 大量的這種黑色鋼琴烤漆飾板 在各個細部 所以你會覺得非常的有質感 然後燈看起來又很有特色 所以雖然說它的外觀很前衛 但是你會覺得它很有高級車質感的感受 然後不會覺得奇怪 我們現在來到車側 因為這一次全新大改款的Sportage 它是採用最新的N3模組化平台 所以基本上它的車格 比起上一代放大了不少 這邊我們也製作了一個表格 給大家看一下跟上一代的一個差異 那很明顯的你會看到 光是車廠跟軸距 就分別增加了17.5跟8.5公分 那剛才我也實際做了一下後座 那你會發現 它不只是比它自己的上一代 還要來的出色 如果你把它跟目前市面上同級的對手 來做比較的話 它現在在空間上也有一個非常大的優勢 這個待會我們再來幫大家做展示 那在輪圈尺寸的部分 除了入門的Chandy是配備18吋以外 中規的Apex還有X-Line 都是搭載19吋雙色切削的旅圈 而且我有看了一下那個圖片 就算是中規的Apex 它中間也是用大量的黑色 跟旁邊用一些銀色來做點綴 我覺得兩款輪圈的樣式都非常好看 那輪胎的規格是235-5519 那剛才我們也有提到 這一台X-Line的車型呢 基本上它就是在外觀的一些細部 增加了X-Line的專屬的套件 那因為X-Line加上四驅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 它就是設定說 你可能未來常常要去露營啊 或者是去一些產業道路偏鄉地區 所以它從整個車頭底下 還有像車側的這個輪拱 以及前後車門的下方 都是運用這種大面積的一個防刮材質 那另外就是在X-Line的部分 你會發現上面的行李箱架 還有窗框以及低柱的這一個招牌的飾板 都是用高光澤的黑色來做呈現 如果是其他兩個車型的話 它就會是平貼式的行李箱架 只有X-Line它才是做這種立體的 實用性更高的這種行李箱架的設計 那未來如果車主你要背書包的話 就會方便很多 在兩個前門都有按鍵式的Keyless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在整個後座空間的表現 首先第一個打開車門 這個開門的角度還算蠻大的哦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要抱小孩 或者是安全座椅上下車的時候 你看哇還很寬耶 這個如果80公斤也沒問題吧 呵呵呵呵 不是小孩80公斤啦 另外就是它一樣是有做外包式車門的設計 它直接包到這裡來了 所以你看如果是像我今天穿裙子啊穿短褲 我上下車的時候 腳呢就不會被弄髒 我們現在上車來看一下 哇那大家應該看得出來吧 它的後座空間真的非常的寬敞 而且哦這還不是我169公分的駕駛座姿 因為它的電動座椅有一個迎賓功能 所以其實它現在是退到 讓你可以好上下車的位置 那光是這樣啊 我基本上就已經有三個拳頭了 那在椅墊的部分啊 第一個它還坐的蠻長的 我整個大腿幾乎都有被撐住 再來就是X-Line的話呢 它的座椅的材質是真皮加脊皮 所以你會發現它的這個質感啊 雖然不是很綿柔的那一種 但是感覺是很耐用的那種皮革 而且它的椅背有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就是大家注意看一下哦 它的椅背可以有14段的一個角度調整 所以如果你後座沒坐人要摘東西的時候 你可以做到這麼挺 那再來呢你就可以開始依照你想要的角度 慢慢的去調整 那它最躺的話甚至可以到這裡 哇所以如果這樣子在開長途的話 在後面睡覺真的是還蠻舒服的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頭部空間的部分 欸帽子壓下去 大概還有快兩個拳頭 一個多拳頭 那在中間的這個位置呢 雖然它是四輪驅動的版本哦 但是呢你可以發現它的果領也沒有到很高 所以坐在中間這個位置也算還可以接受 那至於在後座功能性的部分 除了中間有一個有杯架的中央扶手以外 這邊也有冷氣出風口 底下還有個小型的置物空間 左右都各有一組ISOFIX 那在後座我最喜歡它的一點就是 大家有發現嗎 你看這個掛鉤式頭枕的一個設計 基本上就是跟EV6非常像 這邊你可以掛衣服 而且啊它除了這邊可以掛衣服以外 它在這裡竟然有掛鉤耶 你知道嗎 家庭主婦就會很喜歡 因為每次我買東西買好以後 我就要走去後車廂掛在後車廂 但如果是Sportage的話 你直接掛在後座就可以了 而且左右兩邊都有 真的超級方便 然後它Type-C的手機充電孔呢 也跟EV6一樣 是在兩張椅背的側面 所以後座的乘客要充電也絕對不是問題 那在兩張座椅的背面下方呢 也都有這種皮質的收納帶 所以在機能性的部分真的是相當的完整 然後再來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它的後座竟然有加熱的功能 基本上以Lexus來說 如果你要它的後座有座椅的加熱功能 至少都要兩百多萬以上的車型 才有機會搭載 但是這台車它竟然有 而且你們知道嗎 像我女兒她最近大了 她可以坐前座 之前寒流來的時候 我讓她坐到前座 然後她發現那個加熱功能以後 她就說哇真的好舒服喔 然後她就會常跟我說 她可不可以坐前坐 然後開那個加熱座椅 所以你要想啊 如果說你有這個加熱功能的話 你的小孩或是你的爸媽 他們冬天坐在後面 就可以很舒服 這個真的是很棒 那在後座質感的部分啊 除了剛才提到後座座椅是 真皮跟擠皮以外呢 你會發現整個門板 雖然說它大部分的地方 還是硬直的塑料 可是它這一次用了一個 非常關鍵的面板 就是這個木紋飾板 很漂亮 很有高級車的感覺 再加上這個金屬質感的門板 然後中間這裡 還有底下這一片 都是採用鋼琴烤漆飾板 所以也讓它整個後座的質感 加了不少分數 接下來就是我個人在車側 最喜歡的部位 就是在這一塊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應該有發現 包括了Sorrento Carnival 在低柱這裡 都會有一個車窗的飾板 除了辨識度很高以外 它這邊還有做一些 幾何圖形的裝點 所以我覺得看起來很有質感 那以整個車側的線條來說 你看雖然它跟現代的Tosan L 算是雙升車 但是Tosan L 就是走一種比較有力量感 然後比較銳利的那種造型 那Sportage 它就是圓潤中 又帶有這種 SUV Coupe-like的線條 再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車色 這一次呢 原廠也提供了四種不同的車色 給車主選擇 包括常規的珍珠白藍色以外呢 你也可以加價選配跟EV6一樣的那一個消光夜影灰 我覺得那個消光夜影灰超漂亮的 因為之前我只有在賓士的AMG的車款上 才有看到這麼漂亮的一個消光灰 那如果是X-Line的版本的話 它還有專屬的一個叢林綠可以選擇 那它那個叢林綠呢 其實看起來有一種時尚感 因為它看起來很像墨蘭迪綠 並不是真的那種大地色系 我們現在來到車尾 大家應該有發現啊 其實它整個車尾在這邊的一個造型 不管是這種一體式的尾燈 或者是它有點像跑車式翹起來的這個線條啊 基本上都跟EV6有非常相似的一個設計概念 那以X-Line來講的話呢 它是搭載了進階版的LED尾燈 也就是它的後方向燈呢 這一塊也是走光帶式的LED的設計 另外就是它跟Tosan L一樣上面都是做一個隱藏式的雨刷 那它的好處就是這一塊會更美觀 不會一直有一個雨刷在這裡破壞美感以外 再來就是它不會一直在這邊風吹日曬雨淋 所以可以延緩它的一個橡膠的老化 那當然你洗車的時候也更方便 就不用把雨刷立起來了 好 那在提杆尾門的部分 它一樣是搭載靠近自動解鎖的提杆尾門 只是我現在手上沒有鑰匙 那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那行李箱容積的部分 原廠的數據是586公升 如果你64分離全部倒下之後 它可以擴充到1872公升 那目前看起來它的開口非常大 然後整個行李箱的規劃也都很平整 那在上面有一個行李箱遮簾 左右兩邊都各有一個掛鉤 還有後座座椅的一件傾倒的機構 那在左邊這邊還有一個12V的電源 所以行李箱上半部的機能是非常完整的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底板下方 底板的下方的話 它是有配置一個備胎 還有千斤頂跟換胎的工具 為什麼呢? 因為X-Line它就是預設你可能會去戶外玩 所以如果真的輪胎不幸被小石頭割破的時候 這時候你就有備胎可以使用了 那旁邊的話 也還有一點點可以收納的空間 另外就是這個底板它還可以往下放 那往下放之後呢就可以再增加將近10公分的一個深度 那底下這邊呢你會發現它是呼應前面大型水箱護照的一個設計 那中間這裡還有做一個大面積的防刮材質的飾板 我們現在坐進Sportage的內裝喔 我覺得我給它的第一個評語就是 這應該是目前150萬內看起來最高級的一個內裝 因為我們現在一上車 第一件事情先看什麼 一定是先看這兩個螢幕 那它是採用兩個12.3吋 組成的這種一體式全景曲面的儀表板 那像這種一體式數位座倉的設計 目前應該只有在雙兵那種等級比較常看到 而且像它採用這種曲面式的設計 第一個它的成本一定比平面的還要來的高 第二個為什麼它採用曲面的 原廠也表示它可以做出這種比較接近 駕駛導向的角度以外 那在有陽光的時候它也比較不會反光 那除了會讓它在座倉看起來特別有科技感以外 這個也是它在使用上的一些優點 另外所謂的高級感的來源 除了兩個儀表以外 最主要的當然還有它的質感用料跟設計感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質感的部分 除了整個前面這邊都是用這種軟質的材質以外 它還有真皮的縫線 再來就是我非常喜歡它這一次搭配的這個木紋飾板 雖然它不是真的實木 可是它的配色看起來就是很溫馨又非常有氣質 再加上車內不管是大面積的這個排檔座 包括門邊 左前方的控制區 然後空調的邊框等等 都是採用黑色鋼琴鏡面烤漆的飾板來做點綴 那在這個12.3吋的數位儀表裡面呢 最主要它就是採雙環形搭配中央資訊的一個設計 那因為它有四種駕駛模式 駕駛模式的旋鈕在中間這邊 當你在切換模式的時候 例如我如果現在從Eco 然後轉到Normal 然後轉到Sport 跟Smart的時候呢 它的儀表的顏色就會隨之改變 而且它整個儀表的質感跟顯色度也非常好 不會說像有的可能雖然有數位儀表 但是它的畫質可能沒有到很好 那在方向盤的右邊這邊 你還可以去切換中間的資訊 例如你可以看現在整個四驅系統的作動情況 或者是你的智慧駕駛輔助系統作動的狀況 然後車輛的設定 包括你行駛的里程啊 油耗這一些 都可以在這一個按鍵當中來做切換 再來就是在方向盤右邊這裡 你就可以去操作它一整套DriveWise的智慧駕駛輔助系統 那包含了一鍵啟動的ACC跟車 車道維持還有車距的調整 都是在右邊這個區塊 那左邊來講的話 它主要就是聲控跟電話的功能 那方向盤的造型我覺得算是中規中矩 不過因為它方向盤皮革的質感還蠻綿柔的 所以摸起來是很舒服的 那後方的話它還有換檔撥片 那換檔撥片的話 它是做這種類金屬的一個質感 也比兩片塑膠還要來的好 而且啊在你的方向盤後方這兩個撥桿 它甚至在這個小小的飾板上 都用黑色高光澤來做處理 所以真的是在很多的細節都非常的用心 那我們現在看到中間的這個 12.3吋的中控螢幕 當然它一樣有觸控的功能以外 而且它是KIA第一台導入繁體中文的車機 所以在使用上當然也會更方便 那它除了有Apple CarPlay 跟Android Auto的手機連結功能以外 這邊還可以去設定像駕駛補助系統 64色的氛圍燈 燈光 車門 儀表板 空調 還有座椅的各項功能 而且啊因為X-Line這個版本 它還有引擎聲浪的模擬系統 那原廠是說它是模擬V6引擎的一個聲浪 所以在這裡面你也可以去調整 像你要最強還是最小 還是甚至把它關閉 都可以自由去做切換 只是說呢這個聲浪你在靜止的時候 這樣踩油門是聽不出來的 它一定要在行徑間 才會有這個模擬聲浪的效果 那因為有了中文之後 我剛才有去實際操作 你會發現它現在操作起來 非常的直覺 而且簡單明瞭 那它的整個流暢度也很好 那你在按按鍵的時候呢 它也會有一個聲音的反饋 所以這一些都是它很棒的一個進化 再來底下是它的一個冷氣出風口 而且它在每一個出風口的撥片的上方 都有做一個叉叉 就是關起來跟打開的這個圖案啊 所以這邊也是做的還蠻可愛的 那在底下這邊呢 就是它的一體式觸控切換面板 那這裡這一塊的設計 跟一粒六都是一樣的 也就是它只有保持兩個旋鈕 那這兩個旋鈕呢 在其中一個模式的時候 它是音量跟電台頻道的調整 那你在空調模式的時候 它就變成調整溫度的旋鈕 所以你會發現它整個上半部哦 完全沒有傳統的按鍵 那這也是讓它在科技感 非常加分的一個地方 那往下看這邊有一個 黑色鋼琴烤漆飾板的試蓋 往上推之後 裡面是它的手機無線充電 12V的電源還有USB Type-C的一個插座 那這個設計也非常的漂亮 那下方的話是它的旋鈕式的排檔座 那如果你是圈底的話 就是傳統的這個排檔 Apex跟X-Line的話 都是這種旋鈕式的排檔 那一樣往右的話是D檔 往左的話是R檔 中間的話是P檔 那在使用上是非常的方便 也很直覺 好那X-Line的話呢 它除了有前後的停車雷達以外 它還有倒車顯影以及360環景 那我現在切下去 它的畫質也算是還蠻出色的 那在旋鈕的左邊呢 就是它的陡坡緩向還有AUTO HOLD 那它的電子手煞車呢 則是設計在你的左前方這個區塊 那這邊的話還有像大燈的水平調整 電動尾門 以及循跡防滑關閉的按鈕 好那我們現在看到排檔座 右上方這邊 Sportage 現在你可以說 它是一台最有溫度的車 為什麼 因為它除了方向盤可以加熱以外 雙前座跟後座都可以加熱 而且啊它雙前座 除了加熱的功能以外 也有通風的功能 所以冬暖夏涼都不是問題 然後雙前座都是電動的以外 正價還有兩組的記憶功能 再來往下看 這邊有一個智慧型的杯架 為什麼叫智慧型呢 中間這個按鍵你按下去之後 它就會變成杯架 可以幫你固定飲料 但是你如果不用的時候 你可以把這個杯架的滑軌收起來 那它就可以變成一個置物空間 好往後看是它的中央扶手 不過呢這個扶手是不能前後移動的 那裡面的深度也還不錯 你可以放一些面紙跟雜物都不是問題 再來我們要講一下這兩張座椅 那因為X-Line它座椅的材質 是採用真皮跟吉皮 所以在質感上是非常的出色 不過它前後座的座椅 坐起來都是比較硬挺的那一種 但是它的支撐性還蠻好的 那像X-Line的話 因為原廠設定就是這台車 你可能會去輕度越野或者是戶外 所以X-Line的話它只能選擇 像今天這種黑色的版本 那如果是AirPass的話 它就還可以選擇海軍藍搭配霧灰色 那個顏色的話 看起來也非常有歐洲車的質感 那如果以X-Line來講 未來的車主可能會選配的只有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這一個大面積的全景天窗 全景天窗的部分 我猜應該差不多會落在四五萬左右 那至於另外一個選配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 蕭光輝的車色 那那個車色如果你是EV6要選的話 大概是要花兩萬塊 那這個也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它整個座倉除了設計感跟質感 都很出色以外 另外就是在配備的部分 它也很有誠意 像我就很喜歡它底下的金屬踏板 然後剛才提到的雙前座電動加熱通風功能 64色的氛圍燈 還有之前大部分都是在BMW上面 才會配置的Harmone Carbon的音響 好那現在我們來分享一下Sportage它的一個試駕心得 基本上它的動力跟Tosan L是一樣的配置 這台車它不管是在動力或者是底盤 車體的結構跟Tosan L都是一樣的 那它是搭載1.6L的渦輪增壓引擎 以及7速的雙離合器自首排的變速箱 可輸出最大的馬力是180匹 最大扭力是27公斤米 那在油耗數字的部分呢 目前原廠是還沒有公佈 但是因為它這一次這顆新的引擎 它搭載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科技 就是CVVD 連續可變氣門持續的期間系統 那原廠也表示這個技術 除了可以讓它有更好的一個動力感受以外 對於它整個節能跟油耗的表現也會有不小的幫助 那因為這台車它有四種駕駛模式 基本上我覺得它的Eco跟Normal的差異並沒有到很大 那當你把它調到Sport的時候啊 雖然說它整個動力的反應會變得更靈敏 但是呢它也沒有像Tosan L那樣子 因為Tosan L的話你轉到Sport的時候 你一踩你會覺得好像整台車有點要衝出去的感覺 但這台車你看我現在讓踩有沒有 它不會到那麼那麼的敏感 所以你開起來的話你會覺得它的加速變好了 但是它又沒有像Tosan L那樣會有一點點被嚇到的感覺 再來就是當你在Sport模式的時候 它的這個模擬聲浪 我現在是把它調到最大給大家聽 大家可以聽一下 有沒有它聽起來就確實是有像V6引擎聲浪的感覺 那它這個最大聲的程度也不至於到說會讓你覺得太大聲 所以我覺得是還不錯 如果未來的車主他自己偶爾想要跑個山路的時候 聽到這個聲音應該還算是蠻悅耳的 不過我想啊這台車它因為是四輪傳動的關係 那我們之前試的Tosan L都是前傳的版本 所以也有可能是因為這樣 所以你會覺得它的油門的反應是更柔順 所以剛才我們提到在整個油門反應上的差異 或許跟這個也會有一些關係 好那這邊有一小段直線我們也稍微加速感受一下 但你會發現它這個雙離合器的變速箱 跟福斯集團的特性又有點不太一樣 也就是說即便我們現在是在Sport模式下 那你會覺得它還是一樣是很舒適的 雖然說它換檔是快的 但是它的調校比較不是那種運動取向 所以這台車它在整個動力上的表現是非常舒服的 然後它的懸吊反應也是很舒服的 其實我近期啊開過不管是Sorrento 或是之前的C Sports Wagon 我對KIA他們家在底盤的部分都給予很高的評價 因為你會覺得它的整個扎實度的表現是非常好的 那另外就是前面我們有講到Sportage 它是採用了N3的這個新世代的模組化底盤平台 那N3這個底盤平台它最主要的重點就是它加入了更多的熱沖壓以及高剛性的鋼材 所以它整體的剛性也比上一代的表現來的出色 那當然以SUV這麼大一台來講其實剛性就特別的重要 剛性好的車你在開了兩年三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之後 它整個行路的質感比較不會明顯的衰退 至於在Smart這個駕駛模式它是會主動去依照現在路面的反應 例如說像國外他們可能會遇到下雪、冰地、沙地、泥地、歷史的路面等等 那這時候它會去自動調配最佳的一個輸出狀態 那這個也是它在駕駛模式上的一個優點之一 再來就是我很喜歡這台車的兩個地方 一個是它的方向盤的手感 它的方向盤手感也是比較偏重的 在搭配它的懸吊的這個扎實度 開起來就真的很像歐洲車 當然這樣子的一個設計的調性 最主要是因為這台車它不只外觀內裝 是用跟EV6幾乎一樣的一個設計團隊 它的底盤的調校也是歐洲的設計中心來負責開發 那他們底盤研發的總工程師之前也是從BMW來的 所以這應該也是為什麼近期KIA他們家的車 去開過的人都會在操控上給予它很高的一個評價 那另外一個喜歡它的地方就是隔音 像剛才我們剛好在這一代有很多的大卡車 然後你看像現在旁邊有車過去 那你會發現說它的隔音真的做得還蠻好的 就是你基本上不太會被外面的聲音干擾 唯一只有在風切聲的表現有稍微比較明顯一點 所以整體來說它的隔音表現算是還蠻出色的 然後你會發現這台車它發出來的聲音基本上都蠻好聽 例如方向跟有沒有 然後還有你壓過路面那個減速帶的時候 它那個韜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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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韜 那最後還有一個重點就是在它的安全配備的部分 那這幾年KIA他們家的車在安全配備方面都是很齊全的 就連他們的小車Picanto最近的銷售狀況非常好 也是因為它的安全配備相當的齊全 那以Sportage來說它也搭載了最新的DriveWise這一套智慧駕駛輔助系統 它除了有SCC全速域的自動跟車以外 還有全速域的車道維持 那它的車道維持還有一個優點就是它也是可以單獨使用的 那像它的自動緊急煞車輔助系統 除了你前行的時候它可以偵測車輛行人跟騎士以外 甚至於你在左轉的時候它也能夠偵測對向來車 右轉的時候它能夠偵測在過馬路的行人 再加上它倒車的時候也有後方車側的一個警示跟煞車的輔助系統 所以基本上這台車前進後退左右轉都可以讓你更安全 再來還有一個領先同級的就是它除了有盲點偵測以外 它還有你看像我現在打方向燈 它就會出現右邊的實境 那這個之前在Sorrento上面也有體驗過 當然你打左轉方向燈的時候它就會顯示左邊的狀況 然後它甚至有一個盲區的防撞輔助系統 就是如果今天你打方向燈的時候 你有點心不在焉你並沒有發現其實後方是有來車的 那你執意要切換車道的時候 這時候它會幫你帶煞車讓你回來原本的車道上 來降低你發生碰撞的風險 好那今天在宜蘭試駕新款的Sportage一整天 在這裡也跟大家總結一下我的一個新的感想 我對於它內裝和安全的配備 行路質感還有出色的大空間都給予很高的分數 那就是因為Sportage它採用了很多前瞻跟創新的科技 例如說一體式的這個數位座艙 旋鈕式的排檔觸控式的一鍵切換面板 然後64色氣氛燈哈門卡的音響前後座都有加熱座椅等等 基本上這台車它不但有很多高級車才看得到的配備 而且就算你開了它五年七年甚至八年之後 你也不會覺得它是一個舊世代的產品 所以我認為這是它很大的一個優勢 再來就是KIA在去年年底導入了新世代識別的Logo之後 其實不只是外觀上的一個改變 你會發現說像光是今年到三月份為止 他們就已經在台灣升級了三個新的展間 那一直到明年的六月之前 在全台灣也還會陸續升級八個展間 那重點就是他們希望可以提供更好的一個服務給所有的車主 那這個也是他們極力在改變的地方 這些改變我們都有看到 那雖然現在原廠還沒有公佈價格 但是我們從這幾年KIA對台灣市場的誠意看來 相信應該會給消費者一個很漂亮的車價 然後一個最重要的就是首批聽說有200台的配額 大家趕快去訂車這樣子 你就可以早買早享受不用等那麼久了 好我是小燕姐姐我們下次見了拜拜